米康斯特 梅菲斯特原舞曲第一号 彩云追乐 享用欧美的美蒂斯钢琴弦乐舞重奏 10月20日晚间为上海观众带来了一场中外经典乐曲的艺术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音乐会也是中外音乐大师戴飞计划的首次演出 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东平弦乐四重奏 来自上海黄浦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乐团的八位中小学弦乐手 均在外国艺术家面前演奏名曲 中外音乐大师戴飞计划由上海音乐艺术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支持建立 上海音乐艺术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安栋接受中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大批青年音乐人才在海内外舞台上取得了教人成绩 但还需要更多的机会帮助其得到名家的指点 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演奏家 但是我们也急需要培养未来的音乐家 参与此次演出的学生白云表示 此次演出有助于个人记忆的提升 有益于磨练彼此的配合 观摩大师的表演也有助于了解自身的不足 提升应该是更多元的 因为本来在学校学的更多是独奏方面的东西 那我觉得重奏可以给我们音乐中配合 互相配合互相听 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学音乐的过程中 据安董透露除本次音乐会外 上海音乐艺术发展系统创新中心 将邀请在上音歌剧院举行音乐会的 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 为上音管弦系的双簧管 袁浩小浩专业学生开设大师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